梁文杰 郑文燦 一起到了澳门 进了 陈寅铸先生 在赌场里面的VIP室 贵宾 秦强玉是什么样的背景 刚才小董说得很清楚 他是陈寅铸的福天福基金会里面的董事 他投资过唱片 也投资过电影 所以跟郑文燦认识 郑文燦拉着梁文杰 大家一起去黑币 一起去玩 你梁文杰会不知道 你玩的地方就是陈寅铸的 赌场的贵宾是吗 经营的贵宾是吗 他经营赌场里面的厅吗 你会不知道吗 你会不知道花的钱 就是你所骂的人招待的吗 你会不知道吗 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容易查清楚 因为秦强玉没有跑到外国去 他现在被收押在里面 这就是你所谓的人证了 这不是人证 人证其实很多了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有好几位政坛里面 重量级的人物 跨党派的 都很清楚这件事情 基本上你要去赌场 不一定是真的会赌 一般人你到一个大的赌场 站在一个厅里面 恐怕站在后头都不敢去看 连看都不敢看 那么是不是要赌钱 或者说你赌赢了拿赌输了不给 这个不知道 但是如果即使不是赌钱 即使接受招待 那么你不可能在几个月之后 然后说这个人招待我的大老板 然后回头就说 这个家伙是一个什么地下赌徒 然后马英九跟他见面是如此不堪 所以我想还是讲那个 一样的标准 当一周刊讲出来说 这个马总统会见陈寅柱 然后三亿的事情的时候 这件事情 文杰认为这是不对的 所以他马上根据别人的 新闻指责来这里 然后呢 要求马总统要解释 对不对 那今天你的事情被就意 讲出来 这事情不只是你对自己的伤害 这会对民进党造成伤害 包括对选情的可能造成影响 你当然有责任 像那一天一样 积极的来 那我只是想要问一下 有没有 我们节目有没有请他今天来 有 我们就特别人请教 那一天你会愿意 为了马总统跟陈寅柱见面 你要来 你这么积极就来 今天为了捍卫自己 当然应该要来 我这边要讲说 我当没像文家说 认识的他是一个什么 左派理想青年 虽然我也认识他很多 但是他跟我一起 还蛮不错的朋友 是一个小老弟 而且那些人是真的有些理想的 我是觉得说 梁文杰今天 犯了两个重大的问题 非要立刻澄清 不然他是 一个是说 不管是不是陈寅柱 他现在是台北市市议员 市议员接受招待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已经关他 不是陈寅柱 他就有问题 第二个就是做人的问题 我们想讲的陈寅柱 所以梁文杰 你此时此刻 立刻过来 立刻开个记者会 把你的行程 全部公开 要讲清楚 而不能再长这么模糊 因为你这个东西 毁掉的还不是你个人 也不是蔡英文 连你这违背了 可能违背了 或可能侮辱了 台北市议员这个身份 我们接下来 重点是梁文杰先生 有没有去过澳门 你刚刚说 梁文杰先生拿出护照 这当然可能 很容易就查得出来 不过我们今天 制作单位 也非常直接的 请教过梁文杰先生 梁文杰先生 初次做了这样的回应 说本事件之前 没有听说过 陈寅柱先生大名 也没有接受过他的招待 曾荫对邱玉指控 本人将收集相关言论的 进行法律行动 对其他在座的来宾言论 也都一事同仁 所以梁文杰先生 现在大概都是各位讲话 都已经录音录影 随时要准备进行 包括各位 每一位都可能面临 控告的情况 但是接着我们的制作单位 还是要问 重点是在于 到底今年有没有 梁文杰先生 今年2011年 有没有去过澳门 这一件事情 有没有去过澳门赌博 这是梁文杰先生 后来的回应 梁文杰先生说 我从没有在国内外 甚至所谓的澳门 接受过成的任何接待 至于有没有去过澳门 或者菲律宾等 我不记得 我忘了 梁文杰先生说 我不记得 我忘了 当梁文杰先生 如果说 今年有没有去过澳门 会不记得 去过一次澳门 除了老人痴呆症以外 说我可能会不记得 但是这么年轻的壮年人 说我不记得 我忘掉了 这句话对台湾社会 应该很难接受 没错 这句话 我听到文杰有一点心虚的味道 这不像我认识的梁文杰 我印象中 你大概听错电话了 你把人家讲上亿 你听成三亿 你就出来臭骂马英九 我认为你某种程度傻 你为了这个党 你为了你个人的政治前途 你傻乎乎的带着钢灰往前冲 算了那为你的民进党好了 可是这个事情 牵涉到你的民杰 文杰我知道你的家庭出生很辛苦 你是大臣义包出生的 不要辜负自己的阶级属性 你的爸爸妈妈都是辛苦的人 不应该这样子 出来讲清楚 这不是什么国民党和民进党对干 我对他我真的很伤心 看他像是自己的小弟弟一样 怎么会走这样子的路呢 我心里很希望说 对不起 我觉得你也是我好朋友 我也是希望说你指控是说错 你记错人了 只会是梁文杰 不好意思一个老男人 我这边流眼泪 很痛苦 那是一个破碎 你知道吗 我对一个年轻人的期待 我对民进党的期待 我对那个 我到现在对民进党发说 你这个什么 国民党的走狗 我随便你骂 我自己清楚 我心里面追求的是什么 到底怎么刚刚说这些年轻的弟弟们 特别是像文灿 刚才委员你也讲 郑文灿 也是朋友一场 怎么会这样子呢 我们家离你的选区多近 过个高速公路 看到你的看板在那边 新的时代 新的什么 哪里新 如果委员的指控是 是真的 你不仅没有新 你还一路往那个最黑的地方倒退 文灿 你也要打电话进来 你们不能只在那边看电视 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任 这是 梁文杰先生 至少在我们的制作单位的 连续的请教之下 到底今年有没有去过澳门 文杰先生选择了说 他不记得 跟我忘记了 不过刚刚邱一文 针对郑文灿先生 说有没有在菲律宾 这是在两天之前 那么郑文杰先生选择是控告 那么今天郑文杰先生 在面对媒体追问的时候 蔡英文主席叫他不用再讲 法庭上见 这是目前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状况 但是 如果 某种程度 在台湾社会的认知 说我忘掉 我今年 不是去年 不是十年以前 我有没有去过澳门 通常就是 说我去过的意思 这句话 一般社会大众认知 应该不会有太大测试 其实刚才文家先生 有非常强烈的那种感触 就是在过去文家对文杰是有 很强烈的 很深厚的一个期待 但是重点是在于 为什么在上个礼拜三 如果 没有跟任何 陈英柱有瓜葛的话 是一件事情 但是你接受 如果是真相邱一文 接受过招待 还会用这么强烈的语句 去羞辱 招待过的 你这个位朋友 只是为了 要打击另外一个政党 这个就是在台湾社会 现在看到一个 很残酷的现象 这个郑文燦被取出 他叫做胖周瑜 我表达周瑜 为什么还有胖的跟瘦的 基本上我跟 我把郑文燦跟梁文杰 是放在不同的天秤在看 郑文燦在当新闻局长的时候 为了帮台市瞧那个股拳要卖掉 那个富士电视台派代表来 郑文燦就去按哪个贵 对不对 跟自由时报吃饭 这些报道都下贵 所以基本上郑文燦 这我就不谈了 但是前几天 蔡主席 把三只角株做命名 什么 阳光 温暖 包容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可是我想请问观众朋友 阳光 温暖跟包容 适合用在蔡英文跟民进党身上吗 请大家看 我可不可以讲说是 三只小株游澳门 梁文杰 郑文燦 还有秦祥玉 秦祥玉是谁 我拿给大家看 在这里 这个是陈银柱 这个就是秦祥玉 他是什么人 他以前就跟他做好 你也好了 就是在一周刊上个礼拜就出来了 对啊 又转到就出来了 他是算刀大 这算算算算了 当然自己后来又自立门户 不过他是福天福基金会的董事 陶哥 我是董事长 我会找谁来当我的董事 自己的嘛 那梁文杰这个话说 我忘记了 什么叫做忘记了 什么叫做忘记了 他当时可以摔着防火墙 跟我去玩的是秦祥玉 我哪知道秦祥玉后面的人是谁 你要做这样的辩解 我也OK 你说我忘记了 到时候搞不好是挖个洞 等邱一跳进去 然后再秀出台胞证 或是这个什么护照 说没有 我都没有去过澳门 然后邱一跌了一跤 我也没有意见 但是文杰兄 我的结论很简单 就是说 你的态度要一致 你上个礼拜讲 马英九讲成这样子 好啊 但现在邱一讲到你的 你不用那边有的没有的 你明天就去告 礼拜六一样可以按领 那领不会坏掉 你就去按 就去告邱一 然后很简单 如果真的邱一言讲的是 这位秦先生的话 现在正在收押 因为别的案子在收押 那一张提票就出来了 对 就完了 这个观众可能这样子 可能比较连结起来 因为刚才如果邱伟委员讲说 秦先生 秦向玉先生是陪同一起去玩的 刚好在上个礼拜 这个一一传媒的杂志里面 就登出来了这个秦先生 跟整个 那么另外一位陈先生的 这个密切的关联 所以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还是 我们知道 梁文杰先生现在看这个节目 我们也在录影搜证 准备控告 但是今天的邱一委员的 倒不是邱一委员的指控 而是这个情况如果真是属实的话 这是非常非常令社会大众 是难以接受的 其实上期的一周刊 已经写了秦祥义 然后写了陈盈柱的关系之外 还把马英九的大姐马以兰带进去 说马以兰跟秦祥义是什么关系 我实在不太相信 梁文杰没有看到那篇报道 那是同一期 在指控马英九跟他姐姐 就这么清楚 我实在 那他如果有看到报道 看到秦祥义 如果邱一守控是属实 那他当然知道他的关联 怎么会不知道 就实际上情况来讲 我觉得真的没办法接受 但是依照我们做媒体的经验 做记者 过去梁文杰她太太跟我跑新闻 还蛮久的 我们不提到她的这一条 不是 过去跑 就是说我当一个记者的经验 我问你说你有没有去过奥文 你说我忘记了 那肯定是有 这个不用讲 我问蔡英文说 你有没有要求见陈英智两次 她的态度 我老实讲 我也觉得百分之百是有 就是媒体有一个这样的直觉 那当然你说 你没有验证 但我说我的直觉就是这样有 因为你这种问题 只能答有后没有 怎么会说是忘记呢 这个不到半年前的事 而且是出国 到这种地方 过去 远案发生的时候 那时候吴书贞被问 被法庭调去 民进党怎么去羞辱张熙怀 张熙怀检察官 他只是公诉检察官 他们说你去奥文干什么 对不对 法务部 那时候民进党的法务部提供张熙怀 去奥文的资料 因为他报码 把他拿给民进党的立委 然后在立委修理 你怎么可以去奥文 去奥文 非赌吉什么 吉 吉 对啊 那时候还在立法院公开羞辱他 还有红 是啊 然后又抹红他 那现在去奥文怎么可能说 我忘记了 一句忘记能够解决吗 我觉得不应该这种态度 其实我们在座大家对梁文杰的印象都蛮好 就是说 听到那些立营的朋友 觉得说他是相对下他是很理性 还有理性 我们稍后回来 这是一连串让大家蛮惊讶 那么这是不是像创下这个最近一直在讲的说 这个蔡英文女士是披着小猪皮的狼 但这个狼不是狼 而且是双面狼 那么另外 现在稍后观众朋友也可能会惊讶的发现 也是邱英文稍后提出来的 就是谢昌廷在2000年的时候曾经说过 这个厦门高雄同属一国的领域 但是从来没有人看过 他也会有一封密函给厦门2000年的市长 这稍后观众朋友也可以来观察 稍后